2015年的某个夜晚 警方接到报案赶往现场 看到的是倒在血泊中的两具尸体 以及手上拿着凶器的迪牧 经过勘察现场 警方给出结论 迪牧因劫财杀害一对夫妻 如今两年已经过去 迪牧仍不承认罪行 法官最终对迪牧处以死刑 听到判决的那一刻 迪牧直接崩溃 恐惧占据了他的内心 在牢房里 他总会梦到自己被吊死 恐惧让他产生一个想法 什么想法呢 越狱 迪牧很快付出于行动 先是假装生病 然后再去医院路上 借口想上厕所 狱警十分贴心的给他解开手铐 进入隔间后 他脱掉身上的绳索 爬上去一看 运气不错 洗手间竟然背靠库房 这不是天赐良机吗 趁着狱警玩手机的功夫 迪牧翻过隔板跳进库房 然后逃着摇摇 等狱警发现后 附近早已没了迪牧的身影 迪牧约狱的消息很快传遍全国 某疗养院得知消息后如临大帝 原来迪牧杀人案的唯一目击者就在这里 目击者是死者的婆婆 既然是目击者 又为什么会在疗养院呢 原来目击者患有认知障碍症 生活尚且不能自立 案发经过自然也不记得 这让人不由的怀疑 凶手到底是不是迪牧 迪牧月月33天后 来到一座工地 从没干过体力活的他 在工地坐得非常吃力 好在有工友一直帮他 但他从不和工友们在一起 总是独来独往 一幅心事重重的样子 还有工人注意到 他在宿舍里看的全是法律方面的书籍 别看迪牧在工地上沉默寡言 但在工友遇到危险时 他会好心帮忙 大叔在工地不想受伤 因为没有医保 看病花光了所有积蓄 工地老板也因大叔是临时工 不愿赔偿 这下该迪牧出马了 他的法律书可不是白读的 劳动法是保护所有劳动人民的 建筑公司不给赔偿 可以找政府 这样一来 政府会给建筑公司施压 赔偿金首到请来 可这样做会惹怒领导 到时候赔偿金是拿到了 工作也没了 这点难不倒迪牧 可以以申请政府不常委筹码 和公司领导谈条件 没想到领导态度恶劣 深情什么的领导不怕 随他们去 不管怎么说 就是没有赔偿金 这时 迪牧突然提到加班费 据他所知 公司从没支付过工人的加班费 领导瞬间紧张起来 迪牧仍旧不依不饶 质问领导为什么不发加班费 领导被逼急了 直接赶迪牧离开 开发商看到几人争吵 立刻上前出热闹 什么加班费 赔偿费的他不管 如果工地因迪牧等人延误了攻击 他绝不会善罢甘休 无奈之下 野村只能和迪牧先行离开 走之前野村看了眼开发商 就因为这一眼 开发商生气了 野村是什么档次 也敢看他 不由分说的把野村抱揍一顿 还让野村给自己道歉 人家有钱有势 像野村这种低层工人惹不起 只能低头给对方道歉 可野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打算报警 然后向开发商索要赔偿 前提是迪牧愿意报他作证 迪牧是个逃犯 当然不能直面警方 再说像工地上这种打架的事 警察不一定会受理 如果开发商再给警方意思意思 到时候吃亏的还是野村 野村不服 难道就这样白白挨打 不管怎样 他都要报警 迪牧见状 急忙抢走他的手机 想知道他怎样才能咽下这口气 简单 他要十万日元 为了不依赖警察 迪牧答应他 三天内会帮他搞来十万日元 告别野村后 迪牧来见公司领导 十万日元轻松道手 这十万日元他是怎么弄到手的呢 其实非常简单 开发商不怕把事情搞大 但建筑公司就不一样了 一旦警方进入调查 会导致工地停工 在规定工期内 建筑公司无法交工 那可是要赔偿开发商的 这点公司领导门请 加上可扣加班费的问题 领导只能同意出这十万 不止这十万 迪牧还利用这次机会 要回来受伤大叔的赔偿金 这样的迪牧让野村刮目相看 一个农人站在他们穷人这边 让野村高兴不已 立刻给迪牧拿了点钱 临走前 迪牧嘱咐野村 不要告诉大叔是自己帮忙拿回赔偿金 谁知野村不讲信用 转头就告诉了大叔 其实野村不是不信守承诺 在他看来 帮大叔要回赔偿金的是迪牧 自己不能平白无故的接受大叔的感谢 不过除了大叔以外 他确实没告诉任何人 都说人生而平等 但在这个工地上 他从没看到过平等 这番话让迪牧心中五味杂陈 何止工地 在任何地方平等都不曾存在 人生也毫无道理可言 这天晚上 野村和工友们出去放松 在酒店房间里 无意中看到一个逃犯的宣赏通告 赏金高达三百万日元 一开始野村没当回事 看到逃犯的照片后 他当场杀眼 警方还公布了逃犯的特征 不之后有胎记 野村恰好看到过迪牧的胎记 确定迪牧就是逃犯 致富之路摆在眼前 让野村怎能不行动 心动是心动 但野村要搞清楚是怎么回事 在手机上一搜 迪牧的过往恨然出现在眼前 这人生简直可以用悲惨来形容 幼年时父母因车祸双亡 因此迪牧被送到孤儿院 在孤儿院老实眼中 迪牧是个好孩子 高中毕业后 在汽车配件公司上班 案发当年 汽车公司倒闭 警方推测迪牧因找不到工作 才会入室行窃犯下罪行 这些推测并不是空口无凭 警方查到 迪牧特意在被害者家附近作房 附近邻居多次看到迪牧 出现在被害者家门外 一边是幸福美满的家庭 一边是无业青年 这种巨大的落差 影响了迪牧的心态 加上本案唯一的目击证人 得了认知障碍 硬说迪牧是凶手 动机人证都有 迪牧当然顺理成章的成为凶手 可他真的是吗 为了了解这个杀人犯 野村开始跟踪观察迪牧 看到迪牧去找石荒者 等迪牧走后 野村上前打听 因为通缉犯的身份 迪牧不能去别的地方 所以给石荒者买了身西服 拜托石荒者帮忙调查一个人 这个人叫九尾游子 晚上回去 野村拉着迪牧一起喝酒 看着迪牧脖子上的胎记 野村内心非常矛盾 一边是兄弟 一边是金钱 他不知该怎么选择 犹豫许久后 他问出一个问题 迪牧有没有把他当朋友 如果他愿意 现在两人就是朋友 三百万日元 是野村这辈子都赚不到的钱 纠结两久 他还是按下报警电话 刚开口他就后悔了 不等对方反应过来 他立刻挂担电话 没想到迪牧就站在他身后 面对通缉犯 野村自然有些胆怯 他什么也没说 是没说 但拨出去的电话 引起警方的怀疑 警方很快到达两人的出走屋 此刻迪牧已经离开 面对警方的询问 野村什么都没说 他实在不敢相信 那样的一个好人 竟然是杀人犯 时间来到迪牧 月月117天后 安藤是报社的主编 今天他又见个自由赚稿人 给对方结稿费 同事非常疑惑 现在结稿费都是转账什么的 这个人为何只受献金 主编不在乎 只要能写好稿子 费用怎么解都无所谓 而且两人一直都是邮件沟通 今天终于能正式见面了 当主编打开会客室的门后 出现在眼前的竟然是迪牧 此刻迪牧已经从一名工人 摇身变成赚稿人 会面进行的非常顺利 迪牧如约拿到稿费 主编注意到迪牧带着一个行李箱 快下班时 主编接到迪牧电话 不小心拿走了访客证 现在在公司楼下 想把访客证归还给主编 就这样 一段奇妙的缘分展开 两人一起吃晚饭 主编再次看到行李箱 忍不住询问迪牧 是不是没找到住处 迪牧大方承认 最近一直混迹在网卡 还没找到住的地方 吃完饭后 未卖下起了漂泊大雨 两人相互道别 迪牧头也不回的奔跑在雨中 看着迪牧的背影 主编毫不犹豫的追了上去 邀请迪牧去他家 他是一个人住 两年前亲人都不在了 只剩下这栋房子 房里屋子很多 迪牧没必要觉得不好意思 话说这迪牧真是运气爆棚 总能碰到好些人帮忙 两人就这样睡在一起 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警方那边仍没有放弃追捕 报纸的头版头条 依旧是迪牧的照片 这天迪牧在回家路上 遇上一个准备轻生的男人 迪牧眼睫手快 将男人救了下来 男人是一名律师 之所以轻生 是因为网络上的一段视频 女学生在地铁上被摸 我以为摸自己的人是律师 拉着律师不放 让律师跟他去警局 现场人非常多 律师陷入恐慌 选择逃跑 本来没什么大事 跟着去趟警局就能解决问题 结果律师这么一跑 让大家认定律师就是色狼 尽管警方已经调查取证 证明律师没有违信的同学 但视频已经在网络上扩散 哪怕法律上认定律师是无辜的 但在世人眼中 他仍旧是罪人 律师变成色狼 工作肯定是保不住了 就连女儿的婚事也因此告吹 律师实在忍受不了折磨 这才选择轻生 主编听了律师的故事 决定在他们网站上发一篇文章 帮律师摘掉色狼这个标签 律师在网络上失去的 主编要利用网络帮他取回来 文章写好后 得到报社同事的一致肯定 报道一出 反响非常热烈 他非常感谢狄木的帮忙 如果不是狄木丢下他 恐怕在他死后 色狼的标签依然存在 这件事让他意识到 世上肯定还有很多人谋受远去 作为律师 他要帮助那些人 狄木听后 非常想把一切告诉律师 犹豫许久后 还是职责为说 不久后 主编前男友找上门 以取衣服为借口闯进屋内 大摇大摆的坐在沙发上 之前有老婆孩子时 他把主编骗到手 想脚踏两只船 主编知道后及时止损 现在他离婚了 又装作深情的样子 来求主编复合 主编早已看透他 直接拒绝 谁知他竟然来抢的 把主编压在地上 幸好狄木来得及时 不然主编就被渣男再次糟蹋了 隔天 前男友打了电话 为昨晚的行为向主编道歉 顺便告诉主编一件事 狄木是那个被通缉的逃犯 主编立刻搜索逃犯 看到照片后 主编终于确定 每天和自己住在一起的 就是逃犯狄木 趁着狄木稀走的功夫 主编打算窥探一下狄木的隐私 他偷偷打开行李箱 发现里面有一本 关于认知障碍的书 自从得知狄木的真实身份后 主编一直心不在焉 晚上下班回家 在门口遇上了警察 不用想 肯定是前男友报的警 他故作镇定 坚称自己是毒局 可他说了不算 警方希望他可以配合一下 让他们进屋看看 否则他们不会离开 无奈之下 主编只能同意 但需要他们等一下 家里还晾着内衣内裤 得先进去收拾一下 刚进门 主编立刻找上狄木 警方要进来检查 现在狄木无路可逃 只能找个地方藏起来 听到主编的话 狄木意识到主编已经知道 他的身份 主编没有否认 对于主编来说 过去的事不重要 重要的是眼前的狄木 狄木激动的抱着主编 请主编相信他 他从没杀过人 深情拥抱一番后 狄木躲进衣柜 主编迅速把屋内整理了一下 这才邀请警方进门 这回警方聪明了 一个进屋检查 一个留在外面 防止有人跳窗逃跑 当警方看到衣柜时 主编表现得极其不自然 引起警方的高度怀疑 不过没有当下戳船 而是选择离开 刚出门就说忘拿车钥匙 直接冲进房内 不过主编的阻拦 一把打开衣柜门 果然发现狄木的身影 主编抱紧警方大腿 让狄木快逃 狄木趁机来到窗边 最后看了一遍主编 然后跳窗而逃 就这样 狄木又踏上逃亡之旅 被狄木救过的律师 在报纸上得知这个消息 突然想起那天 狄木好像有话要对他说 主编又开始独具生活 但享受过两人相处的快乐时光 又怎会轻易回归孤独 狄木逃亡一年后 警方仍没有放弃追捕 眼镜姐听到报道 觉得非常不舒服 当下换成音乐 眼镜姐和朋友来贺岗市 专门参加佛法讲座 说是什么讲座 其实就是为了骗钱 想要入会 得交一大笔入会费 眼镜姐正纠结时 一个青年突然出现 上来就要入会 说是为了母亲祈福 眼镜姐家也有病人 毫不犹豫的选择入会 其实眼镜姐的身份非常特殊 她的姐姐 是狄木一直寻找的警卫游子 也就是那个患有认知障碍的目击证人 这也是她在汽车里换台的原因 游子因为当年的事 受到非常大的打击 到现在半夜还会做梦 正和朋友聊着 之前在讲座碰到的青年突然出现 朋友说青年没有工作 来面包厂做监职 青年母亲患有认知障碍 为了给母亲看病 才多打几分顾 工作时 青年不停的打亮眼镜姐 搞得眼镜姐浑身不自在 底幕没抓到 新的杀人犯出现了 该名罪犯也杀害了一对夫妻 面对镜头时 竟然露出诡异的笑容 另一边 在面包厂工作的青年 竟然坐在镜子前化妆 这个青年不是别人 是逃亡一年的底幕 眼镜姐的朋友最终选择加入救星会 填表格时 遇上了易容的底幕 原来底幕在休息时 会来教会当义工 朋友把这件事说给眼镜姐听 眼镜姐觉得底幕很奇怪 总是时不时的盯着自己 其实底幕的目的已经达到 她想要梁药院地址 眼镜姐入会时填过资料 在资料里写出自己的诉求 还把姐姐警尾游子的梁药院地址写了上去 底幕趁教会没人 翻看眼镜姐的资料 得到了梁药院地址 隔天 眼镜姐和朋友一起去救星会 顺便把底幕刷上 回来路上 朋友一个分神 不小心撞到路人 底幕急忙下车查看 车上的三人魂都吓没了 在底幕的提醒下 朋友不打了急救电话 这天 朋友接到儿子公司打来的电话 对方说儿子挪用了一百万公款 想跟儿子通话证明一下 儿子却只知道哭 现在公司的其他人还没发现 只要朋友补上这笔钱 儿子还能愉快的在公司上班 如果事情被高层知道 会变成刑事案件 朋友哪里遇到过这种事 立刻把钱交给对方 事后才知道儿子的手机在哪天丢了 也就是说儿子没有挪用公款 对方就是个骗子 可骗子怎么会知道他的电话 以及儿子的姓名和公司 这会儿两人还没意识到 是救星会的问题 当初入会时 那表哥填的是非常详细 就差把祖宗18代都写上了 不等两人去救星会接到 底木便找上两人 原来当初底木入会 是为了搜集救星会骗人的证据 救星会借普度众生的名义 收集会员信息 然后把信息转卖给诈骗公司 所有的犯罪证据都在眼前这个文件带中 朋友这才明白 自己被骗的一百万 是因为救星会大师把他的信息卖了出去 得知此事后 底木把律师的名片交给朋友 让朋友找律师帮忙 由于底木经常用假名 所以律师不知道朋友说的是谁 经过朋友的描述 律师才知道那人是底木 然后痛快的接下朋友的委托 底木的身价上升到750万 面对金钱的诱惑 开车朋友果断报警 不过此刻底木已经离开赫岗市 这时眼镜姐才知道 那个奇怪的青年是在逃犯底木 在疗养院休养的警卫游子 经常梦到儿子而且被杀 为了证明自己不是杀人犯 底木需要接近母亲证人警卫游子 于是在逃亡526天后 连疗养院应聘看护 面试非常顺利 底木如愿以偿当上看护 疗养院除了老人以外 还有一些治疗患者 游子就是其中之一 底木上班第一天就见到了游子 不过他没有冲动的上前质问 而是悄悄的等待时机 晚上下班 底木遇上了同事大美 大美顺路再了底木一段 看着底木前往地铁站的背影 大美露出一脸吃笑 时间一天天过去 大美也对底木暗生倾诉 这天大美至夜半 我以前看到游子发门为官 走上前一看 是底木在和游子交谈 得知游子没有忘记 熊岸那天发生的一切 底木希望他能用那段记忆 去拯救一个人 可在游子眼中 自己的儿子都死了 他还能拯救谁 况且他患有认知障碍 谁又会把他的话当成证据 听到这里 底木不得不出大招 让游子好好看看自己的脸 游子果然认出了底木 但依然抗拒回响那段痛苦的记忆 门外的大美听到这里 终于明白底木来疗养院的目的 隔天 大美趁机询问游子的过去 但病人的隐私不能随便透露 哪怕是看护人员也不行 不久后 眼镜姐来看望姐姐 恰好被底木看到 底木立刻藏进房间 却被游子看到 游子告诉主任 底木在这个房间里 可当主任进去查看时 只剩下飘逸的窗帘 不用想也知道 底木再次跳窗逃脱 疗养院趁眼镜姐来 向眼镜姐提出诉求 很多看护都知道 游子有严重的心理阴影 为了使游子能得到更好的照顾 院长想向看护公开游子的身份 双方沟通时 好巧不巧的被大美听到 大美回去立刻翻看手机 发现逃犯跟新来的看护非常像 于是留了个心眼 没事去游子房间转一圈 每次他来都会看到底木 底木一直引导游子找个记忆 但总是在关键时刻出现问题 为了确认底木的身份 大美翻看底木的简历 然后来到简历上的学校打听底木 结果显而易见 学校根本没有这个人 大美已经确定 新来的看护就是逃犯底木 他立刻把此事告知主任 主任打算下午找底木谈谈 如果底木真是逃犯 他们再报警也不迟 大美趁机约游子散步 时不时的就会问起底木 虽然不知道大美想干嘛 但在游子心中 底木是个非常好的人 恰在此时 底木出现 看着游子爽冷的笑容 以及谦卑的底木 大美内心极度矛盾 立刻赶回办公室 希望由他出面跟底木谈谈 但还是迟了一步 院长已经报警 警方此刻就在疗养院 也看情况不妙 大美立刻给底木通风报信 底木拉着大美来到一间房内 朝窗外通瞄了一眼 这次警方的人很多 想要逃跑有点难度 大美劝底木去自首 可底木知道 一旦去自首就一定会死 他从没杀人 法官却判他死刑 除了逃跑 他毫无办法 警方现在已经包围了疗养院 底木也不再和大美废话 他要去找游子 希望游子能说出真相 可当他跑到游子房间一看 那边空无一人 游子早已被院方转移 警方已经追了上来 情急之下 底木写着大美 让警方把游子带来 讲清当年的案发经过 证明他的清白 底木截持人质的事 很快上了新闻 律师 工友 主编 以及眼镜姐朋友 都看到了这条新闻 截持事件一直持续到晚上 底木用纸飞机传达诉求 希望可以通过媒体和游子通话 让全世界知道他是无辜的 面对善良的大美 底木第一次说出了那天晚上发生的事 2015年10月13日晚 他下班回家 看到黑衣男从游子家里开 随后家里就传来求救声 底木顾不上其他 立刻冲进房间 看到了倒在血泊中的夫妻 丈夫背后还插着一把刀 神志不禁的游子想要拔刀 底木立刻阻止 因为此刻拔刀 会导致血液喷溅 为了安抚游子 底木找到一条毛巾 用毛巾按住伤口再拔刀 这时接到报警的警察赶到现场 底木双手沾满鲜血 手上还拿着刀 自然被当成真凶 本以为此事很快就会结束 毕竟游子是证人 结果游子的记忆产生混乱 在法庭上指认他是凶手 刀上有他的指纹 加上有人看到他经常站在游子家门外 就算有一百张嘴 他也说不清了 警方怀疑他对死者抱有性幻想 潜入家中想侵犯死者 遭遇反抗后杀害死者 其实底木之所以在游子家门外逗留 是因为他听到了熟悉的钢琴声 他的母亲是个钢琴老师 虽然父母过世的早 但母亲弹奏钢琴的旋律 他永远也不会忘记 游子家的钢琴声和母亲弹奏的非常像 所以他才经常去游子家门外 听游子家的钢琴声 以此来怀念母亲 可这些话没人相信 加上游子在法庭上的殖命一击 直指底木就是凶手 那一刻底木心如死灰 经过和游子的相处 底木这才知道 当年游子在法庭上的指认 是受了检察官的诱导 其实当时游子什么也不记得 警方也不能放过杀人谋为诱饵 诱导游子做了伪证 这些内容迪母已经录了下来 想在网上公开 争取舆论支持 请法庭重申此案还拿清白 听完迪母的故事 大妹感动不已 起身向迪母告白 却被迪母拒绝 因为迪母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说话间警方闯入 善良的迪母没有利用大妹 立刻转身逃离 准备和前几次一样跳窗 这次警方没有犹豫 直接对迪母开枪 迪母从三楼掉下去昏迷不醒 不久后 受到迪母帮助的人聚在一起 他们想救迪母 律师已经查过 审理迪母案件的司法人员都有问题 甚至连迪母的辩护律师 也从未想过做无罪辩护 只是努力让迪母不被判处死刑罢了 惺惺之火可以燎原 现在已经有很多人相信迪母的清白 眼镜姐朋友甚至还发表演讲 大妹追到身边的主编 这才知道主编是迪母的心上人 当大妹提到如荫笔时 没有一个人知道 这件事媒体也没报道 警方也没提过 看来是警方故意压了下来 昏迷的迪母醒了过来 但好像已经放弃挣扎 觉得没办法证明自己的清白 他放弃了 可大伙没放弃 还记得新闻里出现的那个杀人犯吗 主编查到杀人犯犯下了多起案件 那么游子一家的惨案 会不会也是此人的杰作呢 听到这里 律师眼前一亮 立刻去和杀人犯进行会面 以想把杀人犯的故事写本书为由 套取杀人犯的话 杀人犯承认使他潜入游子家 杀害了那对夫妻 与子同时 大美找上游子 最近这段时间 游子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清晰 他记得凶案现场 确实出现了两个陌生男子 还有一个男子让他叫救护车 这些他告诉过警方 但警方完全没当回事 在迪母陪伴的日子里 游子开始勇敢的面对残酷的记忆 在迪母的帮助下 他已经走出阴霾 不久后 迪母案开庭 与了游子的翻弓 以及杀人犯的证词 法庭最终宣判 逃亡600多天的迪母无罪 法官也代表警方 检方向迪母道歉 至此迪母杀人案落下帷幕 真实身份的故事 到底又结束了 迪母的善良 给自己结下善果 在逃亡的路上 他不忘助人 最后在这些人的帮助下 他终于洗情缘去 好了就说到这吧 感谢大家的观看 关注我 解锁更多精彩好剧 我是登登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